我国将有一批全职技能创前程顾问 协助公民规划个人的培训计划 副总理尚达曼表示 技能创前程计划是要鼓励终身学习 栽培出受过更好训练的劳动队伍 尚达曼在一家咨询公司主办的论坛上表示 政府正设法帮助国人选择培训计划 确保国人不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学习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效的规划和引导 尚达曼也指出 要培养更高技能的劳动队伍 需要采纳不同的教育模式 将重点转向短期的课程 而传统的教育业者也必须同新兴的业者合作 以填补教育及培训市场现有的缺口 而缺口包括企业变化迅速的需求 那些变革要等到多年以后 才反映在大学与理工学院的课程内容上 掌握跟得上市场需求的知识 已经成为关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